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昨天晚上各国领袖出席了欢迎晚宴之后 今天早上就进入了第二天的议程了 除了东道主习近平之外 29个国家领袖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人 一同进行了原作会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场内逐一跟出席的嘉宾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印尼总统索科威等一一握手合照 之后一同步入会议厅进行闭门圆桌会议 习近平在致辞时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 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 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 各方秉持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 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 所以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 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 推动合作共赢 反对保护主义 习近平在这几天的演讲当中 他一直提到一点 他说一带一路不是排他性的 不是我参你玩 然后我又不参他玩的游戏 是要在开放中合作 在合作中共赢 那为什么他要一直这么强调呢 因为当中国一开始提出 一带一路的时候 就挑起了很多国家敏感的情绪 大家就像刺猬一样 马上就张开了尖刺 我们先不看远的 我们看近的 最靠近中国的 也是人口大国的印度 这一次他们不但完全没有派代表出席 还很不爽的表达强烈不满 说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地主义 说这个一带一路 只不过是中国披上贸易的糖衣 换了一个比较好听的新名字 一带一路如果走下去的话 他们说最后 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是会受到威胁的 那其实出现强烈反对跟批评的声浪 是可以预料的 毕竟国与国之间 其实就好像我们人跟人之间 是存在着竞争的 你只希望自己跑过别人 中国在短短39年里 从一穷二白迅速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是人类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案例 让全世界都惊呆了 而近期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更是让所有的强国感到不自在 一带一路是一个大国的战略 是一个大棋盘 所以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讲 他们是不自在的 因为毕竟过去这五百年 不断崛起的国家都是自己人 比如德国崛起 西方的国家 英国崛起 美国崛起 也是西方的国家 但是中国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经济体 中国崛起也是这三十年 这七十年以来 没有见过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能够做到全球第二大大的交易 反对跟批评的人还说 中国崛起之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除了在硬体上输出自己过剩的产能之外 另外也在软体上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 那是什么叫中国模式呢 中国模式指的就是输出所谓的中国标准 中国的思维 包括输出科技标准 比如说要用这个网上支付 经济标准 比如说有违政府比市场无形的手 更能带动经济发展 还有输出所谓的这个政治标准 比如一个有效解决问题的政治制度 比你们所谓的那种民主制度 更能响应未来要求等等 那这些都是中国可能输出的一些中国模式 或者中国思维 那无论如何 不管有人怎么样去批评跟反对 但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啊 那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青山就算怎么样遮也遮不住 那滔滔江水向东流去的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谁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 滚滚向前 那我们只有期待 崛起后的中国可以让世界更美好